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都会到基隆慈云寺药师佛店点灯 庙方特别举办法会 替信徒消灾解饿 希望疫情早日过去 药师佛圣诞日 慈云寺药师佛大殿 陆续有信徒来参拜 药师佛圣诞日 因为祈求药师佛保佑我们身体健康平安 药师佛真的它的愿力很大 很灵感这样 工作上摆满各种公品 有饼干 水果 还有民众送来的寿陶 大树鲜花来还愿 很少有这个药书活 所以我们那个药书活店成立以后 我这个整个那个墙壁 所有的那个都满了 还有点灯是多人都来点 因为现在是大家是健康最要紧 所以保平安 尤其是疫情的关系 所以他们都来求平安 药师如来佛大殿庄严树木 四年前慈云寺砸下重金 到大陆定制一尊 药师如来佛这两年受到疫情影响 不少信徒前来点灯 求身体平安 药师佛是我们从那个泉州 那个时候我们去的时候 去他去取那个木材 很大很大的一棵柯室 所以我们去啦 差不多三年才做好 因为要等那个木材干 做好再采绘再安静 墙上满满的灯 都是信徒点灯 祈求平安 那一头头顶上的药师工灯 相当壮观 疫情趋缓 信徒陆续回来参拜 前程向药师如来佛 祈求身体健康 让疫情早日过去 记者黄绍明基隆报道 基隆市议会庆祝 72周年会庆 由基隆市议会议长 蔡旺联和副议长林佩祥 亲自表扬资深 以及基优的市议会员工之外 也表彰不再竞选连任的 资深议员苏仁和 为名喉舌建设市政的贡献 更预祝继续争取连任的议员们 大家都能够顺利连任成功 继续当第20届 基隆市议会的同学 在基隆市议会议长 蔡旺联和副议长林佩祥 带领下议员们高唱生日快乐歌 一起切下六层蛋糕 开心庆祝 基隆市议会72周年会庆 并且由基隆市议会议长 蔡旺联和副议长林佩祥 亲自表扬资深 以及基优的市议会员工 也表彰不再竞选连任的 资深议员苏仁和 为名喉舌建设市政的贡献 有目共同全体议员都尽心尽力的在问证 全力以赴都处市政的进步 提升市民的福祉 面对第19届议员们认真问证的表现 我个人在这里 要利用今天这个场合 给予他们高度的肯定跟赞许 其次要向各位说明的是 本会目前有苏仁和议员 王昕之议员 陈维仲议员等三位 议员他们各自有生涯的规划 今年年底就不再竞选连任 在议会服务期间 我在与他们共事的经验里 发现他们都是非常优秀的名义代表 面对市政的监督 他们都能出现他们专业认真的一面 坚持未名喉舌 理性问证言所当言 不怕得罪人对于他们的退离 我个人由衷地表达不舍之意 然而既然有上台就有下台 因此个人忠心地祝福他们 退离后的岁月能够过得更健康 更精彩 更预祝继续争取连任的议员们 大家都能够顺利连任成功 继续当第二十届基隆市议会的同学 从议事厅离开之后 会踏上另外一个不同人生旅程 大家对于自己未来的目标 都有自己的想法 但是身为我们 以身为议会的一份子 那只能说尊重大家的选择之外 还有祝福 那最后面 我知道你会双子 11月26号大家要选举 那祝在场所有到场的议员们 我们二世界继续当同学 谢谢 机动市副市长林永发 也代表市长林又昌 参加祝贺机动市议会的会庆 我想这都是府会之间 大家共同为基隆而努力 那尤其我们议会 不管在直学或其他 都是透明化 尤其直播 这个方面让市民非常赞许 而且可以充分了解 这府会之间的共同 为基隆打拼的一个努力成果 第十九届机动市议会的议员 除了苏仁和之外 包括王醒之 以及陈维仲两位议员 也各自有生涯规划 不再竞选连任 而要竞选连任 已经抽完选举序号的 各区市议员们 则是各自比出自己的幸运号码 互相加油打气 希望延续议会会庆的喜悦和光荣 在今年年底市议员选举中 拿下连任的好成绩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基隆市政府执政八年表现 受到议员肯定 市议员蓝敏黄在市议会总执询 肯定市长林又昌的施政表现 建议争取担任交通部长 对基隆的未来帮助比较大 对国家贡献也更大 现在轮到本席进行第十九届 最后一次的总时讯 首先我要在这边先肯定一下 我们林市长 这个能够在远见杂志的 县市长满意程度报告中 今年获得了全国第六名 满意度高达81.9 我讲这是非常值得肯定 跟鼓励的成绩 那在这边先肯定市长的努力跟成果 那我在这边 我想这一次的施政总报告 是历届来 我看做得最好的 长达三百多页 我今天特别把我的硕士论文也拿过来 比我的硕士论文还多 这个我会好好留着做参考 那也看得出来啊 市长这八年来啊 确实有很多 这个这个超前部阻的一些政策规划 带领了基隆这八年来 真的有很大的进步 本局在这边可以肯定 基隆市议会最后一次市政总咨询 议员蓝敏黄 肯定市长林佑昌和市府团队努力 但对基隆捷运第一阶段 只到八度 希望中央尽快决定 不要再拖延 现在捷运的部分 大家都非常的希望赶快落实 那现在你们只差这一步 八度基隆你不解释清楚 永远没完没了 那我在这边希望说 我肯定中央的政策 你们愿意拉到八度 可以的 八度到基隆 如果真的不行 麻烦你跟市民讲清楚 不要把这个问题啊 再丢给下一届的市长 这个不然哦 这个捷运政策 可能会一拖再拖 我是希望说 你去政策交通部长 因为基隆需要的就是 交通建设方面的经费 跟政策的支持 所以我希望说 你指定市政策 未来你如果能够到交通部 对基隆的帮助最大 这是我的建议 那接下来 我想就是要提出一些 检讨跟改进 市长 刚刚很谦虚 市政建设没有一百分的 虽然你有八成的 市政满意度 但是还是有一些地方 没有做到 尽善尽美 去 去出来检讨 我们希望下一届的市长 能够做得比你更好 对不对 你提到这个 所谓未来的下一步 我跟你报告 我真的没有规划 对我比较重要的是 把眼前的工作 把它做好 那至于未来 不管什么样子的一个职务 或者是工作 我想我都会 这个站在一个基隆人的一个立场 继续的为基隆来努力 那未来不管什么工作 只有一个目标 就是把它做好 谢谢 市议员莱敏黄 肯定市府团队用心 也期待下一任市长 更努力 做得比市长 刘昌更出色 记者 黄绍铭 基隆报道 在指挥中心宣布 开放国门后 基隆港务分公司 立即举办 基隆港西案联合招商说明会 吸引了包括 金融保险等 31家企业代表参加 港务公司评估 这项投资案 急剧开发潜力 这次招商范围 包括基隆港市 精华地段 之基隆港西岸旅客中心 一楼 及4.16公顷 旅运复合商业大楼 开发基地 吸引了31家业者 近百人参加说明会 基隆港务分公司 总经理高传开表示 这几年陆续完成 西岸内港客运码头 峻升 及东西岸旅客中心改建等 预计明年 国际邮轮逐渐回归后 前景可期 这两个案件 在全世界 几乎可以说是 绝无仅有 它位在市中心区 它位在水路交接的一个 跟城际的一种 转运中心 它位在水岸 这样子的这种条件 不仅是台湾找不到 在全世界 也几乎是不可能的一种位置 基隆市副市长林永发表示 基隆市长林永昌上任后 积极推动市港再生标杆计划 打造以人为本的水岸城市 希望营造好的投资环境 我们就一直非常很积极地跟港务公司 共同的破话 在如何把这个港跟市 如何地做一个 非常优质地做一个改善 跟环境的一个改造 尤其基隆 基隆港是一个很特别 港跟市是结合在一起 传进来几乎就是开到市中心 所以这边的整个环境 大概世界上是少有的 立法人蔡世英强调 将督促中央与地方 持续攜手合作 进行基隆城市改造和转型 未来也应提供业者单一窗口服务 一起努力促成招商案 那如果是因为 未来有机会接棒的话 我也会跟港公司 就我们C456标道的业者 我们会提供 我们单一窗口的一个服务计划 让我们的业者 未来在相关的议题上 跟港公司 跟市政府的沟通过程当中 让他觉得没有问题 我们会以客为尊 达到最好的服务型的市政府 立法人邱成源 则希望把这项开发案 介绍给台商朋友 鼓励他们回台投资基隆 我也是世界台商总会的秘书长 所以看到今天这个招商说明会 我不知道有没有机会 也带我们的海外台商 来这边来跟大家来去参观 来去了解 因为我想投资台湾三大方案 其实在这两年也延长了 相关的一个投资的一个旗程 那我想未来有机会的话 我们也可以带我们 海外的台商到基隆 基隆市议会副议长林佩祥认为 基隆市独特的海湾城市 副议业者加入港式建设行列 最精华的一项都是西一到西六 还有东一到东六这两边的码头 这两边的码头呢 严格讲起来是直接可以从一高跟三高 不管是作为货运也好 还是作为客运也好 都是世界级的 招商说明会结束后 基隆港务分工事人员 也引导业者实际走进招商空间 其中西岸旅客中心一楼 包含夹成约有970平 加上临近800平左右的空地使用 本身又是历史建物 港务公司方面预期 可比照高雄战恶库方式 打造在地特色的职人文创与餐饮进驻 初步估计一年可增加 港务公司约1000万的租金收入 记者张启腾金融报道 我是童子伟 四年来我推动改造市中心地下道 改善庙口自来水管 振兴委托行商圈 让年轻人留下来 基隆要持续进步 请坚定支持 唯一支持 认真做事的童子伟 辛苦了 迪总要租的五台车 应该准备好了吧 哇 生意这么好 咦 今年下半年 营业用车辆使用牌照税缴了吗 放心 只要使用行动支付 或电子支付APP 扫描缴款书上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 还有其他 医化及多元缴纳管道 都可以缴税哦 多元缴纳管道 赠便利 111年营业用车辆 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 智慧缴纳太安心 我是郑文婷 我推行爱心冰箱 还有免费法律咨询服务 郑文婷有一个 会让我愿意站上台 而且用力的推荐她的原因 是因为她有正义感 仁爱区郝议员郑文婷 恳请支持 基隆商工市 基隆著名的篮球名校 过去在全国高中篮球联赛中 曾经拿下第三名的好成绩 10月25号开始 全队赴花莲进行16强资格赛 身兼基隆市篮球委员会主委的蔡世印 特别前往赠送加菜金加油打气 在教练的指导下 球员认真的进行防守传球机上篮等动作 这里是基隆著名篮球名校 基隆商工篮球场 全队在10月25号开拔到花莲参加HBL 全国高中篮球联赛16强资格赛 身兼基隆市篮球委会主任委员的立法人蔡世印 特别自证加菜金 鼓励选手在球场上能表现出最好的一面 争取佳机 基隆商工传统上就是基隆之光 也是我们高中篮坛的重要的一个竞与球队 那世印担任基隆市篮球委员会的主委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代表着我们对他的支持 所以我想我今天来到这边有两个重要的目的 第一个当然是来为各位来打气的 我们期待他继续为我们基隆争光 为肖争光 那第二件事情是我也特别代表篮球委员会 向他们资争加菜金 那希望他们在这几天在花莲的比赛过程当中 能够获得比较好的营养 那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们跟全国43个球队在做比赛的过程当中 我们绝对不可以输给人家 过去基隆商工篮球队曾获得全国第三名的好成绩 将带领篮球队远征花莲的基隆商工校长 洪光协希望这一届能达到重返全国八强的目标 我们期盼孩子都能够做到最好的自己 把最好的实力能够带出来 当然如果说真的有目标的话 我们期待就是基隆商能够尽早重回HBL的八强的一个行列 那我相信今年我们朝这个目标努力 应该可以很快的达到 为了提升基隆篮球实力 蔡世英也透露近期将邀请职业篮球台皮队到基隆进行交流赛 那过去这几年来 基隆市推动了许多的风雨篮球场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几乎每个区域都有风雨篮球场 对于我们喜欢打篮球的好朋友来讲 其实是很方便的一件事情 那我们就期待未来有更多职业化的球队 也能够在基隆做交流 那这也是适应未来努力工作的目标 据了解HBL花莲资格赛将从全国30支队伍中取前8强 11月到新竹市进行16强预赛 12月在高雄市举行复赛 明年在台北进行准决赛及总决赛 记者张启腾记录报导 小爱爸爸谢国良邀请到前立法委员杨玉心 到七堵竞选总部针对社福政策建议 以及打造无障碍环境分享心得 画面上这一场是前立委杨玉心 跟小爱爸爸谢国良打造友爱城市的座谈会现场 前立委杨玉心 新北市自闭政府且进会等关怀弱势的代表 齐聚一堂 来分享弱势团体的观点跟需求 以及未来的愿景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能够翻转障碍者面对的三种困境 第一个就是所有物理性的障碍 能够去除这些交通道路建筑物公共空间 那这些能够让障碍者可以很容易的使用 然后很多人不认识不了解这些特殊族群 包含小孩、妇女、高龄或者是新移民等等 我们能够透过教育能够给予更多平等的机会 能够参与社会大家互相认识 然后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发展面向 都能够有合理的调整措施 来让所有的这些特殊族群 可以融合各行各业的交通运输工具的改变 能够鼓励所有人在太旧换新的时候 去采购通用的无障碍车 或者是说通用的福祉车 让不管是娃娃族、轮椅族、行李族、高龄的 或者是所有行动不便的人 他都很自然的 而且很自由、很自主的 随时都能够有无障碍的交通 从点对点到最后一里路的每一个定点 居家或每一个景点 他都能够有无障碍的交通 所以无障碍的交通体系 还有无障碍的环境体系 这都是我们要努力去翻转的 其实基隆其实是一个 可以利用一个国外成功的经验 重新去打造 不管我们城市从视觉上 从实用上、从科技上 并且在人文发展上面 都能够欢迎国内外的这些特殊的族群 跟他们的家人到基隆来游玩 或来基隆来享受生活 我觉得这个可以是 基隆未来观光的一个特色 其实打造游外城市不是一个福利政策 而是一个观光产业政策 他在建构观光产业的同时 他也可以将我们本地在地的特殊族群 跟他们的家人 因为只要有一个 家里只要有一个成员是特殊族群 整家人都会需要因而调整 他的整个生活方式 所以我认为说 我们应该要利用 所谓观光产业的一个这样子的思维 进而去打造我们全基隆市的一个 这样子的从软体、硬体 跟人文方面都欢迎 而且接受 并且善待 不要讲善待 同理我们这些特殊族群朋友们 以及家人们 这样子的一个都市生活环境 宇慧代表都相当认同 小爱爸爸能够从爱出发 要把基隆打造成为 亚洲最友爱的城市 提升城市的内涵 各种民众都有尊严的生活 而且翻转天生的缺陷 提供更有创意的观光产业 记者黄日生基隆报导 抽到五号的五党籍基隆市长候选人 黄西贤一路走来没有政党奥远 凭着身为基隆人 希望把家乡基隆建设更好的理念 用心听取基层各界声音 除了友好理念相近的民众党 以及五党籍基隆市议员候选人 互相拉抬基隆市长 以及基隆市议员的选情 希望可以创下最好的成绩之外 同时也提出可以落实市政建设的政策白皮书 不说空话也不开空投支票 争取选民支持 很高兴跟市民朋友 告诉我的用心 我们写了一本政策白皮书 那这里面其实是非常相当的白话 那么每个项目几乎是在我各区 各里里面跑出来所观察到的项目 也就是说对于基隆未来 我们怎么样去做 那有些篇章都已经在这个新闻稿 或是以新闻方式发出去了 所以一直还在累计 一直还在累计 就是说可以从这里面去看出 我们的基隆市的用心 那么为什么我们会去推出 这个所谓的政策白皮书 就是把我们之前所积累下来的 所有对于建设方面 我们所看到的这个 以后还有进步空间的方面 我们来做 那最主要是 它是根据英国经济学人 对于全世界最佳移居城市 所定义出来的七项面向 那这七个面向就是基础的建设 经济的发展 人文文化 教育 交通 治安 医疗保健 这七个项目呢 里面我们在看到 如果在这七个项目的架构下 一个城市要发展 那怎么样发展 那对于我们基隆来讲 我们就有提出了 在产业方面 观光方面 还有这个创生方面 就是所谓我们的基隆333 这个主架构 另外一个架构呢 就是说三心二意 怎么样让我们的这个市民朋友 能够安心就业 安心成家 安心养老 然后并兼顾到两个正义 一个就是区域发展的争议 一个就是世代发展的争议 我们对这个年轻人也好 对于未来老年人各方面的这个世代 我们怎么样照顾到他们 这是一个世代争议的要求 那么区域发展的项目呢 分为两个 一个就是说 在基隆市里面 我们希望七个区啊 七个行政区的各里的发展 能够均衡 支援能够共享 黄熙贤也接受五党籍 基隆市议员王醒之和基隆市野鸟学会 理事长政委拜访 针对台电要在外木山新建天然气接收站议题 签下承诺书表态和守护外木山行动小组 站在同一阵线支持保护外木山自然海洋生态 而白搜起家在企业航运界打拼 小有成就的黄熙贤也跨县市到桃园 和五党籍桃园市长候选人 承认台沿董事长的郑宝钦 来场桃园空港和基隆海港的企业CEO对谈 希望用成功的企业经验 剥划市政建设发展 带领基隆进步发展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感谢您收看中家新闻 我是吴俊松 再会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妳的設計我覺得很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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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會這樣 行… 你們家又視訊又追劇 網速只能這樣 不能這樣 那就換中家寬評吧 中家寬評國際認證用戶實測 雙料網速第一 全家標網暢快有感 1G只要999 再送Wi-Fi省器 現在就辦中家寬評 怎麼這樣 有追劇有視訊 網速只能這樣 不能這樣 那就快換中家寬評吧 中家寬評國際認證用戶實測 雙料網速第一 全家標網暢快有感 1G只要999 再送數位頻道免費看 現在就辦中家寬評 機龍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組分享自來接中藥行夫妻確診死亡還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組不斷被轉傳越鬧越大連中南部親友也知道搞得左鄰右舍都很緊張大家畢之為恐怖及後來結果怎麼做的 怎麼樣雷中藥行夫妻根本沒死啊也沒確診啊當地里長找到這名散播消息的婦人她解釋並不是有意的指示轉傳沒想到事態會這麼嚴重她親自前往下跪登門道歉 中藥行老闆最後決定原諒她不追究這是真實案例要告訴您疫情期間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邊一定要聰明辨別記得一眼見不一定為真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養成訊息查證的習慣因為很重要所以講兩遍要記得歐中家集團關心您 散播假消息好可怕讓我來帶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會案件話說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組分享自來接中藥行夫妻確診死亡 還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組不斷被轉傳越鬧越大連中南部親友也知道搞得左鄰右舍都很緊張大家畢之為恐怖及後來結果怎麼樣雷中藥行夫妻根本沒死啊也沒確診啊 當地里長找到這名散播消息的婦人她解釋並不是有意的只是轉傳沒想到事態會這麼嚴重她親自前往下跪登門道歉 中藥行老闆最後決定原諒她不追究這是真實案例要告訴您疫情期間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邊一定要聰明辨別記得一眼見不一定為真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養成訊息查證的習慣記得一眼見不一定為真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養成訊息查證的習慣因為很重要所以講兩遍要記得歐中嘉集團關心您 你的設計我覺得很... 怎麼這樣啊 你們家又視訊又追劇 網速只能這樣囉 不能這樣 大家換中嘉寬評吧 中嘉寬評國際認證用戶實測 雙料網速第一 全家標網暢快有感 1G只要999 再送Wi-Fi省器 現在就辦中嘉寬評 中嘉寬評 怎麼這樣啊 有追劇有視訊 網速只能這樣囉 不能這樣 那就快換中嘉寬評吧 中嘉寬評國際認證用戶實測 雙料網速第一 全家標網暢快有感 1G只要999 再送數位頻道免費看 現在就辦中嘉寬評 散播假消息 好可怕讓我來帶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會案件 話說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組分享自來街中 藥行夫妻確診死亡 還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組不斷被轉傳 越鬧越大 連中南部親友也知道搞得左鄰右舍都很緊張 大家畢之為恐怖級 後來結果怎麼樣 雷中藥行夫妻根本沒死啊也沒確診啊 當地里長找到這名散播消息的婦人 他解釋並不是有意的指示轉傳 沒想到事態會這麼嚴重 他親自前往下櫃登門道歉 中藥行老闆最後決定原諒他不追究 這是真實案例要告訴您 疫情期間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邊 一定要聰明辨別 記得一眼見不一定為真 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養成訊息查證的習慣 記得一眼見不一定為真 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養成訊息查證的習慣 因為很重要所以講兩遍 要記得歐中家集團關心您